你练腿吗 腿部占据全身肌肉60%以上 承载着整个身体 如果你只注重上半身的锻炼 而忽略腿部的锻炼 即使你上半身练起来了 还是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腿部训练计划 家里没有哑铃的同学 我们可以用负重的背包来代替 那么点个赞 我们开始训练 第一个动作是载具高脚背深蹲 锻炼大腿前侧 占据略窄于肩 握住两只哑铃置于颈前 有空直的下蹲 保持腰背挺直 膝盖全程正对脚尖方向 没有哑铃的同学 可以用负重的背包来代替 第二个动作是保加利亚分腿蹲 同样锻炼大腿前侧 好脚搭在椅子上 同侧手持哑铃增加负重 稳定好身体 靠前腿发力 全程保持上身挺直 做完一侧 或另一侧 使用背包的同学 动作细节是一样的 第三个动作是直腿硬拉 锻炼大腿好彻 俯身臀部往后做 扫弯曲膝盖 哑铃沿着大腿垂直上下 保持腰背挺直 感受大腿好彻肌肉的拉伸和收缩 第四个动作是臀桥 翘臀必练 同时可以提高爆发力 上身靠在沙发上 脚后跟着地 哑铃置于肚脐也上方 往上顶持甲颈臀部 最后是小腿的锻炼 做肢体肿 将哑铃放在膝盖上增加负重 点脚到完全收紧小腿肌肉 顶峰可以停顿一秒 以上就是今天的腿部训练计划 腿特别细的同学 建议一周安排两到三次的训练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 我今天用的健身包颜值很高 它是根源智能运动包 有杀菌除臭黑科技 支持红蒙蓝牙连接调节模式 自带光滑 科技感十足 对于夏天运动号的衣服和鞋子 放包包里容易不卫生 还有味道 轻触点亮包包中间的日缅滑号 可以杀菌去除异味 它的容量也很大 可以装得下衣服鞋子和一整套运动装备 鞋子有自己的单肩 可以和衣服分开收纳 护不干扰 想要一款颜值高 既可以运动又可以休闲的背包 选它准没错 那么今天的运动和毫无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